中国建筑18年 是说由辛亥革命到现在 中国的政治社会环境 是如何影响到建筑 而和建筑不同阶段的呈现 亦都可以看回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的发展 我今次做两个角色 我现在的打扮是做潘石一 潘石一亚就是中国一个地产发展商的老板 他和他的太太张欣一齐创立了SOLO中国 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这身装扮是 在中国政治一百年制作戏里面的一个角色的服装 是张欣 就是这次很高兴可以扮演一个 现在中国当代最有名最有影响力的女企业家 然后也是一个相当厉害的房地产商人 那现在大家所看到的呢就是林徽英的造型 那像非常非常的复古 林徽英除了大家所认识的就是她跟徐志摩的友情之外呢 事实上她是一个相当有名的中国近代的一个女的建筑师 那她从国外留学回来之后 就一直致力保存中国古代的各个建筑 不论是皇宫 宫殿 或者是庙宇 旁边可以看到的呢就是 我的丈夫梁思成的装扮 没错了 我这个装扮就是梁思成的一个古装 那梁思成就是中国的第一代的建筑师 那她和林徽英是对中国的古建筑的研究 和这个保育和这个资料的保存是做了一个很多的工作的 她们也是建筑系的教授 亦都是创办了中国营造学社的 这些的工作是影响了日后中国100年里面 一些建筑的历史的 那这两代 新一代和旧一代的夫妇 他们是在这个建筑界里面 怎样影响到中国100年呢 想知道这个故事呢 请大家来看《中国建筑100年》 《中国建筑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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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